作为宝马专修你觉得 比如说像这个F系列的宝马5系 和同价位的F系列的宝马3系 我知道你是3系车系 那你比如说给你15万 你是会选择一个14款14年的宝马5系 还是15万你选一个B48的17年的宝马3系 年线更好一点的 它俩同样公里数 你会选哪台 我会选5系 为啥呀 因为它始终是5系 你要详细点说的话 你就像3系没有自动租车 对 对吧 奥特号都是没有的 然后呢 也没有后世的座椅 然后你觉得正常的3系跟5系 哪个操控更好一点 操控具体来说 可能5系开着会舒服一点 3系可能应该是说 操控会好的 它俩修起来哪个柜 B48跟N20 实话是说 N20跟B48修起来差不多吧 那简单来讲 就是一台3系跟一台5系 你同样公里数同样15万的预算买回来 其实它俩的维修成本差不多 是这么个意思吗 但B48的发动机 它会更让你抛锚在路上一点 就是风行性会高一点 漏水多一点 对啊 抛锚 你见过高温的吗 B48是吧 冲床的 冲床的 冲床 去的一个4系 5万多公里 5万多公里就冲床 基地底座 基地底座漏了它 基地底座漏了之后 它还差5公里就下高架 它说我直接开下高架 开下高架了之后 它说还差2公里就到修车店 我又一共开了7公里 那不天塌了吗 然后来弄的发动机 基本上宝马的 它的水管也是绞木的 跟路虎一样 所以说这些个欧系车兄弟们 你们如果说碰到自己的车 出现漏水仪表都谈提示了 前二就别开了 一定要叫个拖车 尤其现在夏天了 像这种缺水的事情比较多一点 是日系车它可能耐用一点 但是兄弟们 基本上像我这种开的修理厂 它也是开修理厂的 我们心里都有数 日系车它为什么它稳定性好 因为很多日系车 它都是自然吸气发动机 它的工作温度低一点 不像像这种宝马 基本上都是温轮增压 而且发动机基本还都是全铝的 所以说它的工作温度要相对高一点 而且发动机精密一点 毕竟豪华品牌嘛家人们 所以说在你去选择一台车的时候 看自己的需求吧 如果说一台宝马 你只要是七分靠氧三分靠休 肯定是问题不大 问题不大 你就像他自己开那翻车咕噜泡的宝马三系家人们 他也不修过 一年你也能出六个一万来公里吗 能出 我九万多公里买回来 就把漏油修了一下 换了两根水管 到现在一直没修过 实话实说 我们不是什么宝马催啊 兄弟们 虽然他修宝马挣钱 我卖宝马挣钱 但是说句实话兄弟们 真有条件了 宝石街跟宝马哪个好 那肯定宝石街好呗 这是啥 这肯定是啊 因为你才是啥 就是啥 这个肯定是啥 是啥 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